各位同学,今天我跟大家谈一些语法方面的问题 我们今天要谈名词的性和素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什么叫名词 一些物质,一些物体的名称 一些世界的名称,人的名字,国家和地名等等 这些词我们通常称为叫名词 这个大家比较好理解的 比如说我们说书本是一个名词 收音机是一个名词 假如说意大利,米兰,中国,这家等等 这些都是名词 那么名词在我们中文中大家都很熟悉 但是到了意大利语中间就有一些情况 我们觉得比较奇怪了 首先他们把名词分成阴性和阳性 那么同学们知道有些还是可以理解 比如说一个鸟有公的和母的 那么有阴性和阳性 比如一个人有男性和女性 那么也有阴性和阳性之区别 那么我们说一个诸子 一本书,一个语字 那么它算是什么性呢 意大利人呢,把这个都规定了他们的性 或者是阴性,或者是阳性 那么大家觉得很奇怪 但是我们既然要学这个语言 也没有办法 再说它以什么来划分这个东西 我们也不知道 当然我们觉得也没有必要去了解清楚 关键的是你要记住这个词是阴性的还是阳性的 那么第二个 名词的数 什么叫数 简单的说 我们说一本书 大家知道了啊 假如另外一个句子叫三本书 那么一和三是个数字 本是个量词 书是个名词 一本书三本书 那么在中文中间呢 书这个字呢,没有变化 一和三变化 因为一个是一本,一个是三本 但是在意大利文中间呢 就是这个书也要变化 头一个叫libro 就是这个名词的原型 就是一本书 但是三本书的时候呢 就叫libri 这个呢,都是一些规矩 没有什么道理 我们要掌握 那么现在摆在大家面前 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那么你怎么知道这个字 是阴性的还是阳性的 比如说,我们说个桌子 davor 你怎么知道它是阴性还是阳性了 当然有两个办法 一个,你通过字典 因为字典上都标明的 这个词是阴性的还是阳性的 当然,那这个就麻烦死了 我们每个字都去翻字典 那么好在呢 意大利语的 这个名字的阴性和阳性呢 它有个标志 什么标志呢? 就是看字尾的一个字母 一般说起来 是欧阶尾的 是阳性 阿阶尾的 是阴性 那么这个 对大家来说 还是不是最困难的 反正你看一看就知道了 当然了 也有一些 极个别的事例外 这我们等一下再说 那么意大利语 它名字的就语 除了O和R以外呢 还有个是A 而且这个A的很奇怪 里面既有阴性的 也有阳性的 现在我们再总结一下 意大利名词的就语 可以判断 它是属于阴性还是阳性 那么是O旧尾的 我们就认为它是阳性 是A旧尾的 我们就认为它是阴性 这个呢 基本上一模了然 一看就知道了 但是有一个是A旧尾的 有可能是阴性 有可能是阳性 这个就对不起大家了 你一定要死基硬背 除了这个呢 没有办法 那么我们呢 下面来看一看 就是阴性 阳性的变化和树的变化 我们现在看这个屏幕上 阳性O旧尾 我们现在看Dreno Dreno就是火车 因为它的旧尾是O 那么就是叫Dreno Dreno呢 就是它假如变成 两辆火车 或者三辆火车的话呢 也就是我们说的 变成了复数 那么O呢 变成一 大家看到了啊 O变成一 上面一个是Dreno 下面一个是Dreno 下面是一辆 上面是一辆火车 下面是二辆 或者二辆 辆以上的火车 在旁边一个Bosto 就是位置 那么它的复数形式呢 是Bosti 大家看到了啊 在第三个 Americano 一个美国人 Amerigani 复数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美国人 第四个Beddo 票子 它的复数是Beddy 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假如是一个阳性的单词 它是O就位 它假如变成复数的话呢 就是O变成1 好 那么我们说过了 因为还有一种情况 是阳性的 但是它是A就位的 而且这个呢 你一定要记的 因为里面既有阴性 又有阳性 那么我们把 所知道的情况来说说 比如说Fiori Fiori是花朵 那么它 假如一朵花就叫Fiori 假如两朵 或者两朵以上的 就叫Fiori 我们再看右边 Giornale Giornale呢 是热报 我们说北京热报 人民热报 Giornale 假如有几种报纸的话呢 Giornale Giornale 这个A呢 变成1 这个就是阳性复数 和单数的变化关系 好 那么我们下面来看 A就位的 阴性 大家知道了 Lagaz Lagaz 它复数的话呢 就Lagaz 这个是女青年 姑娘的意思 Lingua Lingua就是语言 假如我们懂几种Lingua 那么就是Lingue 那么下面看到了 A变成A Americana就是美国女人 那么呢 Americana呢 变成Amerigane Cedia Cedia就是我们住的椅子 Cedia变成佛数的话呢 就是Cedia 好 我们下面再看 阴性假如说是A就位的 那它怎么变 上面看到了 Giave Giave Giave是钥匙 它是阴性的名字 它变成佛数的话呢 也由A变成E 读住Giave 就是两把或者两把以上的钥匙 那么在旁边一个Stagione Stagione呢 就是火车站 火车站 火车站呢 它变成Stagione 大家看到了 Stagione变成Stagione 那我们刚才讲的 阴性阳性的 单数佛数情况 我们再总结一下 就是意大利语的名词 假如它是欧阶尾的 那么我们就认为它是阳性 假如是A就位的呢 就是阴性 那么他们呢 还有第三种情况 是A就位的 A就位的 有可能是阴性 也有可能是阳性 这个你自己要记得 那么 意大利语中的名字呢 还有数的变化 单数和佛数 假如说是阳性 欧阶尾的单数 变成佛数的O变成E 假如说是阴性 A就位的 变成佛数呢 变成A A变成A 还有是A就位的 无论是阴性 或者阳性 它呢 都变成E 这个呢 是一个死的规矩 希望大家呢 认证记忆 然后你前面的课程 读过的地方呢 你仔细看看 为什么这个 LAGAZA 变成LAGAZE 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到你熟悉了以后呢 这个很容易 关键呢 现在呢 需要你死机硬碑 好 下面我们来看看 一些特殊的例子 比如我们说 Libro 我们的书叫Libro Libro 这个字很简单 就是Libro 我们一看 是名词 它呢 是阳性 它是O就位的 那我们马上 要联想到呢 就是说 Libro呢 就是 基本书的话呢 就变成Libri 好 那么我们呢 再看 旁边 Davolo Davolo什么意思呢 是桌子 桌子 那么桌子很简单了 假如两个桌子 Davoli 这个很简单 O变成E 但是很奇怪 这个Davolo这个词呢 有 Davolo也有 Davola也有 这个什么意思呢 这请注意了 它不是自身有什么变化 而是两个词 Davolo是一般性的桌子 Navola呢 是餐桌 我们吃饭的餐桌 所以这两个词要记住 Davolo是普通的桌子 Davola是我们的餐桌 当然 两个桌子的话呢 普通桌子的话呢 就是Navoli 两个餐桌的话呢 Navola 这个请同学们要记住啊 那么这旁边 有个Lenia Lenio和Lenia Lenio 什么意思 Lenio呢 就是木材 我们比如说 做家具啊 造房子 需要木材 那么Lenia呢 那也是木头 但是是作为柴火的 一种木头 好像我们吃比辣 有些比辣是煤气烤的 有些呢 就是Lenia烤的 你看到门口写着 有Lenia的字样呢 就这个是用柴火烤的 听说呢 是最正宗的 所以这两个呢 是一个特例 大家要记住 不能认为 达沃罗 怎么可以改成达沃罗 不是改 这个是两个词 好 下面我们再看 头一个 Bela Bela很简单 我们吃的生梨 我们说恐龙浪梨 对吧 这个生梨梨子叫Bela 那么比如说 一个梨子叫Bela 那么两个梨子 三个梨子叫Bela 我们看下面的变化 有单数变成复数 奇怪 在右边一个叫Bela Bela什么意思 记住了 并不是由Bela变过来的 说起来是两个词 Bela是梨子 Bela是梨树 长梨子的树 请大家不要混笑 但是大家知道一下 我们再看右边 Mela Mela大家都知道 是苹果 那么一个苹果叫Mela 两个两个以上的苹果 叫Mela 大家都看到了很容易 它的右边也有个Melo 什么意思 跟你说一样 是苹果树 这个跟Mela 其实说起来既有关系又没有关系 你要看成两个词 好 我们下面再看 Bambino Bambino这个字呢 要你自己变化了 因为Bambino是小孩子 是男孩子 那么女孩子呢 就把Bambino 改成Bambino 这个要你自己动脑筋了 好 那么Bambino它的复数呢 是Bambini Bambina的复数呢 是Bambine 所以有一个词 引出了四个词 就是阳性是这样 那么阴性是怎么样 阳性的复数是怎么样 阴性的复数是怎么样 那么这个呢 在意大利语中呢 也比较常见的 那么大家呢 千万要注意 有些词 比如我们刚才说的Libro 头一个 这个不能变 没有什么Libra的 对不对 但是有些词是可以变的 Bambino 就有 你要马上想到Bambina 那么Bambino的复数 Bambini Bambina的复数 Bambine 这个都要你自己有意记住的 好 下面一个词 大家一般能知道 Badwa Badwa很简单 是意大利北方的一个城市 那么Badwa人呢 叫Badwano Badwano Badwano 大家看到了啊 实际上呢 起头就这么个字 但是这个 是指男性 那么你马上想 假如Badwa的一个女性呢 叫Badwana 这个就是你引申出来的啊 那么几个Badwana的男性呢 就叫Badwani 几个Badwana的女性呢 是Badwane 这个练习呢 你要做 就是有时候你看到 一个词的话 比如说北方有个城市 叫Brescia 那么Brescia人呢 叫Bresciano 那么你马上想到 这个就是Brescia的男人 假如女人呢 叫Bresciana 男人的复数呢 Bresciani 女人的复数呢 Bresciani 那么你在每一个城市 都有一个城市的叫法 那么这里呢 你也自己可以练习一下 好 下面呢 我们再讲几个 比较特别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有朋友 意大利人叫Andrea Andrea 注意了 Andrea 他是什么词就位的 什么字母就位的 R 那么他应该是个女性 阴性的了 不是 他是作为一个男性的名字 所以这个大家也要注意的啊 下面Ruga 也同样的道理 Ruga是以R就位 应该是一个阴性的 但他实际上用作为男性的名字 那么下面再一个字 Sistema Sistema呢 就是系统 我们一个什么系统 什么系统 这个字很简单 Sistema 它是R就位的 当然我们说它是阴性 对不起错了 这个字呢 是阳性的 什么道理 没有道理 你只要记住就是了 下面 Ra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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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东西 收音机 O就位 阳性 错了 阴性 那旁边一个Biro Biro呢 是圆珠别 圆珠别呢 当然 我们从中文的角度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知道 它是阴性的阳性 但是我们从 这个字上来看呢 它是O就位 当然是阳性无疑 你又错了 这个是阴性的 那我们呢 这里举了一些例子 主要帮助大家理解 名词的性和数 那么因为由于名词的性和数的变化 引起了一连串的变化 比如说 Biro 它前面的贯词 就一定要用阳性的单数 那么我们要形容这个Libro 有个形容词 也应该跟你的阳性单数 阴性单数 阴性单数 阴性多变化 所以呢 这个以后是一个 你说搞吧 也不能算是很搞 但是对我们大多数中国朋友来说 因为你是头一次就错嘛 所以我们首先 要把名词的性和数 掌握透了 那么以后 一些比如说贯词啊 形容词的变化呢 这规律基本差不多 所以我们这个呢 特地作为一个小课的跟大家讲 希望大家能充分理解 然后你就慢慢的能掌握得很好